還有還有老師我請問你一下 因為我這次是土拔苗對不對 那我那個苗床是不是 之前剛種的 用的時候是不是苗床有撒菌根菌 我現在知道要塗起來了 那菌根菌還會在滾呢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這次的田 因為已經好幾個月沒有下雨了 我那殘 打到一半就對了 這樣子我很滿意 可是就是一個缺點 他的狗做起來 他的狗做起來就是 他會幫忙 所以我這次 我這次是沒有在股上 先把過磷酸蓋還請我來打過 沒有啦 老師我講這樣子的話 因為以前我都會先灑過磷酸蓋 再用拼磷瓦判過 這次沒有 那我以後 蓋這方面的話 我要怎麼補充 好 老師那你聽得懂嗎 可以吧 可是 嗯 還有一點啦 老師 我那個 因為 我 我從今天開始種嘛 我跟我先生兩個自己種啦 啊 我就是那個 那個材料齁 我有進那個 進那個殺菌劑就對了 我不會跑的 我明天可以 可不可以繼續用 嘿 謝謝你 嘿 再見 哈哈 嗯 來 這個 呃 首先先講一行 其實 呃 你用這個菌跟菌的時候 你用這個菌跟菌 那麼 這個菌 有可能會在土壤裡面 有可能 但是台德蘇 真的 他真的有效 再來 他如果是要大量的這個繁衍的時候 這個菌是要含作物的菌去作為 所以 理論上來說 他台德蘇的這個菌 都會在他的菌的這個附近 啊 總共你把他搬起來 他如果是 鑽根鑽的老在這個土壤裡面 最主要是那個 他跟菌做費有一部分 當然 我們不可能 鑽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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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根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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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应该你有用过的经验 你可以观察看看 那么这通常是这种的 这种的一个土地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应该是没什么要紧 所以你可以尝试看看 给他看看 因为这样总是更方便 正跟正在这个 啊 并说长啊 好啦 是说菇菜 菇菜灰 这种最好的效果呢 这都是这个雪盘苗 我觉得像在台湾我们在做 像这个菇菜 现在像在台湾我看到的 包括种菁菜 他们在种菁菜 不是那种生菁 是种那种 我们在吃那种 啊 较接近菁菜籠子 这种拼净就是 跟我们传统那种 啊 猪汤在辣的那种菁菜 比较接近菁菜籠子 那种 那这种拼净 啊 他们甚至在种 我看在三年这家 已经跟我们台湾 同样了 我们台湾是不是 带这个 比如说你如果是要种大陆妹 这福山莴炬 你要种这个 啊 意大利罗曼的时候 这通常你把材账 他会问你 啊 啊 一般若是种的 通常都已经是挂钢来给你 种好 狗狗狗狗 我就几分 我狗狗狗 种几十 还是怎样 大概 那种 挂钢给你种好 他就在那种安排钢 你当时要种好 给你用的好 他现在人家要种好 他就下去 啪啪啪啪 他就吃 哦 那种种很快 因为种猫的 所以他们通常 这种很专业的 这通常是在台湾 我们在种 现在在台湾在种 这个钢材 还是种种菇材 菇材 菇材 他们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保护要种菇材 要种菇材 我给你电话 给你用好 他们就派人来给你种 这包括材 包括这个 啊 看你看 看好 他就来给你种 记起 就是以与治及瘦带 扒扒扒扒扒扒扒一直过 很快 这个正正 现在 嗯 以前说台露铐很小 现在台露铐 铐是没贵 但是你基本上叫没人 就是你有钱 你也是责没人 所以 这是我们未来 我们也会去面对它的问题 所以 未来这种血盘苗的 输用 这应该是 一个 可能在這個市場上 會逼得被接受 比如說以前隔壘菜 隔壘菜誰在用 你知道 都也去 要來種 就是材要靠起來 就是在那裡種土八苗 現在什麼人在用土八苗 種隔壘菜 什麼人 什麼人要用土八苗 不然一定是雪盤苗 這時代節進步 那未來種隔壘菜 可能一定有雪盤苗 雪盤苗的配合一種移植機 不一定要大大 不一定要像國外 肥肥薄薄薄 但是他總是有世代 這時可能是很貴 大家動不掉 但是未來這是一個趨勢 這個出生 本來就是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大概是一個得利 那麼 原來就是說 我們 我們頭種裡面 利用過磷酸鈣 過磷酸鈣其實 最重要 不是說 要讓它有補鈣 那個效果其實是很悠閒 那麼 在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頭種裡面 英文都 永遠都不缺鈣 我應該不可以在這個 在這種 途中裡面去刷就說它缺鈣 它都是那個鈣 這個這個有效性很低 譬如說 尋規效生 還是 這個 依稀子尋規效館 頂頂 去造成它的鈣 這個有效性很低 最主要是這個得利 所以 應該是 這種原因 所以這種優效性的這個問題 一回 所以你根本不必去考慮 譬如說你沒有用 沒有用過磷酸鈣 根本過磷酸鈣 你如果是在用榮林菌 頭種裡面 還很多 那鈴也很多 只是說改的這個有效性 它的優效性要如何去提升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說 維持一個更好的一個PH值 PH的管理 這個水分 剛才有一些天氣比較不好 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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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給我們做一個補充 大概是我們可以做的 是這樣 所以這個缺鈣的問題 就是不用 很擔心 我覺得 頭種如果過得好 就沒有什麼樣的 這個要緊 那至於這個鈣 譬如說你經過不用擔心 譬如說 我沒有放過磷酸鈣 頭部有很多 頭部有很多鈣 這都固定住 有時候是說 沒放就覺得怪怪的 在我們的運勢裡面 以前我們 在做這個回歸的時候 以前這個 以前打鈣 都會用39個打鈣 30個打鈣 到最後 生氣 因為熱人打鈣 很難做 甚至 剛才三年都沒放低肥 只有這個肥底 尤其是一個肥料 有的說 沒有你也放一個43 你沒有要39 沒有你也放一個43 沒有 43也沒有 完全就是 因為肚子裡面太多 完全就是這個 榮林郡 或者說一些淨淨 春的那些 那些 那些肥肥 那些什麼有的不的 都把它倒倒下去 湯洗洗的 清洗漆漆漆漆 在運勢裡面 去浸浸 尤其那些肥肥 這肥胖胖胖胖胖 大概是都這樣而已 連續三年五年 這應該有超過五年 因為買了風太太去 大概是五年都沒有去放 五年沒有一點點 那個 肥肥裡面都沒有打鈣 沒有關係 小黃瓜對淨 其實需求量很高 但是你只要榮林郡在營的時候 它淨是這個有效性的這個問題 途中裡面應該不會欺負 到目前為止 我們要不要看到那種 由豬肥你這塊30年都沒有種做 還是說30年 都種木草 都沒有去把他落背 都沒有做什麼 但是你如果說木草有這個 有一個住人的這個循環 循環 這也是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淨更淨的不是這個問題 淨不會是問題 有的說要給他放一些 要放一些你洗澡的時候 譬如說你知道你剛刷材料的時候 你給他 你給他補一順的這個 就好了 這個 四美八戒 給他一點點 他也是素效性 有啟動 再來我們用這個榮林郡 也有效性 有辦法提醒 基本沒有這個 就沒有淨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應該是不用貴得的 這個擔心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 一些 我們 第三問題 有關 那些材料 若是高騎 你要做消毒 這其實 一定 要給他一個 不是說 去趕過 還是一定要 給他一個 打傷的 這個時間 因為 消毒當然是很重要 就是說那個空水比較不會有 但是更重要就是說 植物的一個這個 自我修復很要緊 有一個環境 還有一個時間 讓他自我修復 就是說 他的山形獄傷組織 還是什麼 所以 就是說不要讓他去接觸 這個水 讓他靠風 應該是更要緊 所以大概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 很多都說 那個冷氣 其實根本不用 水分 如果沒有燃料太過頭 一般來說 是不用過度的一個 測試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所以 這應該是不再要緊 比較對 這等一下 給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了解